最近突然醒悟了一件事情 不可能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读十几年书 上十几年班 就是为了还那三十几年的房贷 所以当我们把买房结婚生子等任务放下时 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很简单 原来看手机也没事 原来睡到大中午也没事 原来懒惰不想上班也没事 原来不对讨厌的人笑也没事 原来躺平也没事 原来除了父母只爱自己也没事 原来生命完完全全是属于自己的 可当你把有车有房当作理所当然去追求 便是自我奴役 所以现在 虽然我的生命在历程中时日消失 却从未有像现在般充满力量 我不敢说我这辈子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伟业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这辈子所能达到的高度 但是我的生活 我想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过 这就够了 明朝那些事儿中有一句话 我之所以写徐霞课 是想告诉你 所谓千秋霸业 万古流芳 与一件事相比 其实都算不了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2023 我不祝大家财源滚滚 我祝大家可以活在当下 完全做到为自己而活 完全做到为自己而活